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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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要去一个遗族的寨子里过火把节 据说呢 是今年他们搞得最盛大的一次 我没参加过火把节啊 我觉得应该挺热闹 挺好玩的 那边还有好多人呢 我去走过去看看 你好 哇 你们这是怎么了 这一走近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不管大人小孩 个个都是大花脸 这什么意思 你的脸上全黑我黑了我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遗族的风俗 这是肤仓底的 肤仓底 没听错吧 这跟抹一脸黑有什么关系呢 还是赶快找位老乡问清楚吧 哎呀 这什么意思 是我们的传统节日 不是火把节吗 怎么都火把节日 浮仓底 什么 浮仓底 浮仓底 仓底浮好了 装粮食 那不是浮仓底吗 跟脸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浮一脸 都不服 都不服 每个人都不服 都不服你 辛苦 辛苦 闹了半天 原来抹黑脸的习俗 源自插阳石 湖仓底的工作 村民告诉编导 以前人们用牛粪和一种驱虫的野草 和在一起 附在木头大的粮仓底部 起到防潮 驱虫 保护粮食的作用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拿锅底的灰 互相磨脸 预示着家里粮食饱满丰收 您看 这些被抹的村民 黑的只能看见两只眼睛 但却一点也不生气 玩得都挺开心 大爷 咱们伙把节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是晚上开始 晚上开始啊 晚上开始啊 现在呢 咱们正在准备 邀请你来 参加我们一堂 好啊好呀 那我能伙把节做点什么呢 我们村子里面 还有这五堂红色的东西 还要做 需要这个呢 就是你去找一找 就是交给你那个任务 行吗 行行 就是找五种红色的东西 给编导布置任务的人 叫罗万发 今年有七十多岁了 以前是平村乡里的中学校长 如今已经退休 在村里人心中很有威望 每年的活霸节 也都是由他来主持 大爷 我问一下 你们家准备五红了吗 五红就我把节用的五红 我这里还没准备 你去隔壁 去隔壁问问 去隔壁问问 谢谢啊 谢谢 村子建在半山坡上 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 紧凑地挨在一起 以前的村里 是以土掌房和木头房子为主 如今大部分 都已经变成了砖瓦房 因为今天是火把节 又赶上周末 乡镇里有集市 所以大部分村民 一早就下山赶集去了 编导在村里 转悠了半天 遇见的都是说着 遗族话的老人 却是半点线索 也没有找到 我想问一下 您家准备五红吗 是啊 准备啊 准备啊 哪五红 就是您家准备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家准备的 这个是红花生 小红花生 红花生 这不就是咱们普通的那个花生 没有 这个是我们当地特产的 我们这个不用化肥 不用油 它以前价值很高嘛 你尝一个 是不是很好吃吗 有点干净干净了 村民告诉编导 这种红花生 个头虽小 但是却很有营养 蛋白质含量丰富 以前村里穷 大家没东西吃的时候 就要吃这个来补充身体所需的热量 不过 虽说编导找到了第一样红色东西 但其实 这还不是最终答案 这就完成了吗 我就算 哎呦 你还要磨的 磨一个 还要去煮的吧 再做完成嘛 就这个还不是成品 不是咱们 拿到火把街上直接吃的 还要磨呢 用这个石磨把它磨掉 一个再去煮吧 小红花生汤是当地独特的吃法 深受当地老人小孩的喜爱 要把红花生带着皮 用石磨一点点盐细 磨出来的汤汁带着花生碎 一起熬煮成糊状 才算完成 这火把街里的第一红 算是顺利找到了 编导开始发愁 这第二红 在村里上上架下转了几趟 发现几乎每家每户 都有个用砖搭建的小房子 里面冒出浓浓的烟 这引起了编导的好奇心 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第二红倒是还没有发现 但是发现村子里 好多的房子都冒着烟 不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饭吗 还是什么 我进去看看 这个房子里的冒烟最多了 你好 大姐 你好 咱们村子里那个像那冒着烟的这种房子 都是在烤骏子是吗 是的 这个就是能把那个骏子烤干的是吧 是的 就用这个要烤多久能烤干呀 烤一天一夜的 一天一夜 雨季里山上空气潮湿 采回来的骏子不烘干就会坏掉 烘干骏子是个费时也费力的活 起火开始就不能离开人 要时时刻刻掌握火候的大小 如果火大了 骏子糊掉也就不值钱了 这种骏子颜色这么红能吃吗 能吃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大红镜 红镜 大红镜 那我问问你啊 这个咱们村子里的那个五红里头有它吗 嗯有的 五红里头就有它是吧 是的 看这是五红里头我找到的第二红 红镜 这个不会有毒吧 因为一般颜色特别鲜艳的不是不能吃吗 可以吃的 这个是可以的 嗯 这个时候谁家门口有冒着烟的小房子 就说明他们家里正在烤菌子 这是村民在雨季最大的收入来源 而且大部分都以红镜为主 既然红镜是村里的五红之一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陈纳青知道编岛在寻找五红 热心的它说能帮助编岛找到另外一红 不过在这之前得先和它一起去村边的山林里采菌子 云南只有两个季节 旱季和雨季 雨季在五月到来 也一直持续到十月底 山林有了雨水 一切都开始疯狂生长 各种各样的菌子也如期而至 你看那块 这个不能吃 这个挺好看的 这个是毒的 这个不能吃 毒的我们不吃 您采的这个是什么菌啊 是扫把菌啊 扫把菌啊 是因为长得可以当扫把什么 这个长得还挺可爱的 这个这个菌子贵吗 18块一斤 18块一斤 那就是比较普通的了 这种怎么吃啊 这种我们就是洗洗就这样炒吃了 就直接炒着就可以吃了 陈大青说村里的人从小生活在山林里 哪一种菌子有毒 哪一种能吃 不同菌子生长的周期都了如指掌 而现在村里人进山都是为了彩虹菌 这儿就有啊 你看你看 它长的位置还其实挺明显的 这个大红菌它是一堂一堂的 一堂一堂的 就是好多菌子在一块长得一起是吧 一起 这个不用什么工具吗 不用的 那就大红菌是最最值钱的 最正的 在面看着很黑的有一层 这个黑度它是黑的话它就最值钱了 就是颜色越深 深的发黑的是最值钱的 这个像这个算是平像好的 嗯 这个就 那能卖多少钱 这个是我们回去把这个这个土 这个土修掉就可以拿烤 烤干子 日清多 一公斤 这种它是真的 这个一千多英雄资 这么名贵 大红菌最佳的季节 也就是活把节前后的这一两个月 这段时间 每天早上六点多 寨子里的村民们都要上山采君子 咱们这个红菌啊 村子里这么多人去采啊 就这么重要 嗯 这个这个红菌的嘛 这个市场里面卖它价格很很贵的 很值钱 很贵 嗯 对 就是价格很贵 第二是它有很好多的营养价值 这样 对 就是啊 补鞋 还有补钙 我们这个这个五六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都要用这个大红菌 给它 补身体 嗯 嗯 那一年能赚多少就采这个君子 嗯 我们这些人 有两三个劳动力的这个日年就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二十天左右的时间能够赚一万块 这么多 嗯 连续的雨天 林子里很潮湿 几乎没走几步就会发现君子 编导突然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位大哥 他似乎对满地的君子不太感兴趣 你砍这个枯树干嘛使啊 撒火把用的香蜜呢 撒火把用的香蜜 这个是什么树啊 这是松树 这个是松树枯掉的是吗 嗯 那不是用松树上的那个松油不是更好吗 干嘛用那种酷的树呢 那个我们用 嗯 拿去卖那些 咱们还要拿那个松油拿去卖是吗 沈兆龙说 松树是村里最重要的树木 因为松油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而腐烂的松树也可以拿来做柴火 同时也是活把结上必不可少的东西 哦 这是这个 是的 那这个是湿的呢 拿回去烤干了 把它抹成粉面 哦 还要回去把它抹成粉面 听他这样一说 编导对晚上的活把节活动更加期待了 那场景应该是很壮观的吧 那么参加活把节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任务完成吧 挺大姐 哎 这种子 小的 嗯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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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 你不是要做 要找五红吗 啊 这个东西与五红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叫橄榄树 嗯 等一下你拿这个东西交给农夫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哦 我拿着这个交给一户人家是吧 然后我看了就知道是吧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 走 回到村里 采回来的新鲜红菌要马上洗干净 然后和鸡肉一起煮熟 这道红菌煮鸡是活把节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红菌要煮多久啊 嗯 最少都要二十分钟到三个小时 煮的时间煮的日点的话呢 味道这个红菌的味道更甜 对甚至也更好嘛 嗯 你看这个慢慢煮出来这个汤已经熟了变红了 这个红菌的颜色就都煮进汤里了 嗯 真的 找到了第二红 编导带着橄榄树来到陈大青说的人家 这里面好热呢 你好 你好 那个陈大青让我把这个橄榄送过来是您要用吗 是的 是的 放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要在楼梯树的节气里用的这个红生 哦 哦 红生 这个这个是咱们那个五红之一吗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啊 果不其然编导一来就找到了第三样红色东西 可红生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应该是血吧 猪血 猪血是刚刚早上新鲜的杀出来的 哦 是早上杀出新鲜的猪血 这个是咱们要做什么 做这个用这个橄榄把它刮出来 嗯 刮出来之后配用这个肉 这个肉 调弄之后 嗯 要用点炒锅 各方面的佐料 嗯 换起营料 用这个生鲜 都是生的是吗 都是生的 红红的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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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红生五红之一 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呀 对对对对 吃起来很少好吃的 把橄榄树的外皮刮下来 取里面绿色的嫩皮 据说这层青色的树皮味道微微苦涩 和生肉倒在一起 刚好可以中和掉肉的腥味 然后再拌上新鲜的血和辣椒 曹果等料 酸辣口味的红生就算做好了 你看那猪头和猪蹄都烧的黑崎崎的 这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呀 嗯 看一看 大哥 你们这个 好这个猪脸做什么呀 就是做一道菜做红肉嘛 红肉 对红肉 是吧 那个是生 那是生 这个是红肉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五红之一呀 是的 也是的 五红 我找到第四个了 这个红肉是吧 是 这第四红和第三红有些相似 把猪头和猪蹄的外皮烤焦 然后煮熟 切成小块 再与猪血拌在一起 红生口感细腻 而红肉里面有猪耳朵和猪蹄 口感则更加香脆 虽然这两道菜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却是当地遗族最爱吃的一种食物 四样红色的东西已经找到 眼看饭菜快要做好了 等全村人一起吃过这顿团圆饭 活把节就要正式开始了 可这第五样红色的东西却迟迟不出现 这可急坏了编导 编导本来想找罗万发打定第五红的下落 而此时他正带着几位老先生往村口走去 他们手中抱着一只红色的大公鸡和一托盘的食物 来到村口边的田地里 把东西放在一张竹子搭的小桌子上 然后罗万发用一柱语言讲起话来 我们一时都是在田地里面讲的 所以呢在田地里面祭 祭祀祭祀村里面的比较有威望的人 就另一几个代表青春 到田地里面去祭祀 绿色的松针代表着村民们对庄稼的希望 希望庄稼同松针一样健康生长 红色公鸡则代表 希望以后的日子红红火火 村民们把这些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摆上空桌 向神明祈求丰收和幸福 这些都做完 还要点燃一个火把 罗万发告诉我们 在田地里祭祀是火把节前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只有祭祀完成过后 火把节才能正式开始 祭祀过后 全村人都聚集在广场上一起吃团圆饭 雨季的天说变就变 幸好老乡们提前搭好了雨棚 才没能使聚餐泡了汤 虽然已经忙活了整整一天 编导却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有了最后一个红色东西的下落 编导才算松了一口气 编导去过火把节 却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 找五种红色的东西 他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 而火把节里的这五种红色东西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涂黑的脸鲜艳的红 还有黑暗中四溅的火花 人们的尖叫 本期乡土带你走进猴子庆村 体验这里不一样的遗族火把节 天渐渐暗了下来 村里各家各户都开始点燃火把 家里的长辈拿着火把和捣碎的香面 在屋里屋外念念有词地撒起来 心坊心坊 白起来 火是遗族人的一种原始崇拜 关于火把节的来历则有许多传说 其中流传最广的则是 遗族人善用火把当武器 下走了强盗的版本 而现在没有了敌人 一家人认为 撒火把可以驱赶走野兽 害虫保护家人 因此除了在家里脚脚落落 撒火把以外 火把节最刺激的内容 就是之后人们互撒的场景 这个时候全村的人 基本都聚集到了广场上 所有的火把都聚集在火堆中熊熊燃烧 大家围成圈拉着手 跳起遗族舞蹈 就在这个时候 编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 小伙子我问啊 看一眼你们送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相思豆 相思豆啊 相思豆不是代表 那个 爱情 代表爱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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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相思豆是不是就是 就是咱们这儿的第五猫吗 欸对 你看就是 第五猫代表爱情 第五猫代表爱情 然后再这一天 红红火火的爱情 是吧 太棒了 我祝你成功啊 男孩告诉编导,村子周围的山林里有几棵百年的红豆树,每到接红豆的时候,年轻人都会去树下捡红豆,为的就是送给心仪的对象当定情之物。 无需质疑,这红艳艳的红豆便是编导要找的第五个红色的东西。 香念本身并不带油性,洒出的火花燃点不高,所以洒在身上还是安全的。 护萨火把表示相互帮助除魔,除去疾病的意思,是一族人表示祝福的方式。 在农民的眼里,火把节是欢庆和丰收的节日,会给家人带来吉祥和安康。 在青年人的眼里,火把节就是情人节,他给姑娘和小伙子创造了约会的好条件。 在小孩子的眼里,火把节则是制造幸福和欢乐的季节。 这洒火把的场景看上去还真是挺壮观,而且挺刺激。 我看着都想去,这话说我们的编导也还是可以,村子里的五红都找到了。 您别说这五红还真是刻有特色,而且从颜色和特性上都与这火把节的主题相呼应。 这里面也代表了他们对于生活的一种期望,希望生活能够红红火火,充满激情。 好了,诸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乡土告诉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进贵州省黎平县,去看那里奇特的冻香习俗。